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拍攝出來的內容比較有說服力 有點像是在實景現場拍攝的感覺 不是在綠幕的感覺 因為我們所有的反射真的可以讓我們的物體更生動 我們的燈更生動 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可以讓我們的畫面更有說服力 就變成我們不需要 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可以讓我們的畫面最終呈現的東西更有說服力 就真的很像在實景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可以讓我們的影像更有說服力 就真的很像是我們去實景拍攝的畫面一樣 但是我們背景是螢幕啦 就是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可以讓我們的畫面更有說服力 就不會像是綠幕 可能這邊也不能用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可以最終的演繫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的影像可以更有說服力 就真的很像是去實景拍攝的樣子 而不會像是綠幕可能要避這個反光 然後那個透明的東西也不能用 然後這些反光的材質也不能用等等的問題 那這些虛擬攝影棚都沒有這些包袱啦 你想要做什麼 你要透明的東西 你要東西在飄 你要爆炸之類的 都可以直接做出來 不需要再擔心說我們綠幕會怎麼樣啊 或是怎麼樣的執行方式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的影像會更有說服力 就真的像是在實景拍攝的樣子 因為我們的反光都是真實的感覺 那這樣子 要包圍我們要拍攝的影像會更有真實的反射 那這樣子這些是綠幕都沒有辦法辦到的 那你綠幕可能就是會需要創作 創作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包圍我們要拍攝的影像 有更真實的反射 那這樣子這些是綠幕都沒有辦法辦到的 那綠幕可能就是會需要創作 那第三個優點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可以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影像可以更有說服力 就真的像是在實景拍攝的樣子 因為我們的光線反射到物體上面看起來就更真實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 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的畫面可以更有說服力 就是我們有真實的面板來反射 所以看起來就真的像是你去實景拍攝一樣 那你創作啊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可以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可以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讓我們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的影像可以更有說服力 就是我們有螢幕 就是我們有螢幕包圍我們整個物體 所以我們的反射都非常非常的真實 就真的像是在實景拍攝的感覺 那你也有很多平常綠幕的包袱 可能沒有辦法做透明的 或是有一些小東西啊 或是具備不好 或是你的效果 就是綠幕有很多包袱 你沒有辦法做的 像是反光啊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的影像可以更有說服力 就變成我們可以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的影像可以更有說服力 而且可以解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的影像可以更有說服力 而且可以解開更多的 平常綠幕沒有辦法做的包袱 像是有透明的東西啊 反光的東西啊等等 那這些實景拍攝都可以直接 你想要用什麼就用出來 因為我們的螢幕面板這樣子包圍 有真實的反射 就讓你更有說服力 然後看起來就像是在實景拍攝一樣 Yup